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然后出来做收获的时候 好多学生都拎着大包小包 旅行箱 都回家休息了 都放假回家休息了 哎呀 我们反正五一 我们这上边这 可以拿上这 五一劳动节 反正就 基本 除非过年 别的时候这边都不放假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吧 阳光 非常充足 有点晒 然后 今天的精神状态 可能 稍强一点吧 昨天晚上 怎么说呢 困了不行 躺着就睡了 不睡的时候也不早 睡的时候也都十二点了 哎呀 哎呀 反正这媳妇啊 每回 一到睡觉的时候就跟我 就给我折腾 给我喝 说刚躺着睡还没睡 睡呢 还来就起来 折腾我 知道 好像他肯定对我不满了 哎 好像 好像 一个是 一个是 就就冲毛病好像 好多年了 就犯困 一到晚上 哎呀 好像是一直困了不行 哎呀 去 第一个网吧 去修机子的话 说是黑屏 昨天说是四台机子 结果亲这儿的话 但是就是两台黑屏 但是我在这儿试了试 都没啥问题 然后呢 我看它后边的线 是有点松可能 它那个电源 显示器供电是插在 主机上 主机供电上 我把那个拔下来插到那个插座上 不知道会啥呀 出来的时候 给他们说了 一时 反正 再有问题的话 过去就 就拿个适配器过去 换适配器 试试 到雅提网马这边来修机子 转了一圈 说有个开不开的 拔了拔那存 从叉啦叉开开了 他说 但是不是那台机子 老板上给我说的是花瓶 不是显卡就是显示器的 这事 转了一圈 也是没找着 打电话 给老板 老板 老板 一般也不知道 不光说 是有台机子 是花瓶 也没找着 没分 等下午 再出问题再过来吧 祝大家 五一郎总节快乐呀 可是我怎么感觉我 我怎么感觉我快乐不起来呢 今天浑浑沉沉 哎呀 这日子过了呀 就是 还不如那和尚敲一天 当一天和尚装一天钟 恍恍惚惚惚的 咱们也这一个月又过去了 哎呀 整天哀声叹气 我是很郁闷死了 这一天 今天的话 温度有点高 把毛衣脱了 画上了一个拨点的挂子 哎呀 就说到这儿吧 也不知道该说点啥了 简单做个记录吧 好像去两个网吧 基本上都没 没什么大毛病 再有问题再说吧 哎 哎 哎 然后的话 问老板 客服 那时候 早上老板给我打电话 说矿机 温度高 说要降降频 哎 事有多了 还得去矿场 阿瓦隆的那个矿机 就是什么不如我呀 第一次老感觉阿瓦隆的稳定 不如 现在到了夏天 天气热 天气热了 蚂蚁矿机的 优势显示出来了 一个是双风扇 虽然噪音大 但是三热快 温度没有那么高 再个就是 蚂蚁矿机的 温度高了以后 它会有一个保护 它就不工作了 阿瓦隆这个的话 温度高 一个 一个 再一个就是 温度高的话 它好像说是没有保护 还一直跑 因为这个情况 烧了好几个电源 在客服外来问 反正是要刷固件 具体办法 给老板说了以后 再看怎么解决吧 啊 刮着小风 树上小鸟叫喳喳 感觉挺舒服 这一切都是短暂的 人生难得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 能让自己安静安静 不光是身体安静 心里也安静 就这样吧